惠敏的妈妈生于邦格岛 但年幼时就搬离 从小就知道妈妈在邦格岛出生 她也从来没有说 好像带我们来邦格岛 这次我们住的民宿正对着天定海峡 基本上邦格岛其实是 近70%是森林保护区 所以我们也很荣幸有这个环境 让我们感受到很自然的一个生态 马来拉萨是华人向马来友族 学习的多元融合的味道 在邦格岛最长的沙滩 感受马来渔民拉网捕鱼的辛劳 然后将鱼货交给当地海鲜店加工 从大海直送餐桌 我们这里主打邦格人的口味 就很多是在外面吃不到的味道 你们围捕的这个鱼 还蛮好吃的 好吃 妈妈一早到鱼寮采购海鲜 为我们的海南卡拉面加料 我是跟杨嘉贤讨了这份菜式 看到各种各类的海鲜 我很喜欢它 就我抢了它的功了 让妈妈亲眼看看 邦格岛的江鱼仔 为什么是全马品质最佳的 我以为是用人来选选选出来 大至小至中的 我没有想到说 原来也可以用机器这样 第一次体验ATV 妈妈尖叫声不断 为什么用这个鱼干鱼来熬呢 它的汤很甜 用鱼干鱼熬煮了成的清汤面 清甜可口 不到长城飞好汉 来到霹地族房格岛 不吃黄面 不吃马来拉萨白面 就飞到房格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